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就像刚才校长讲的 我要讲什么完全是各位所决定 所以如果各位看得到 就是这个QR Code的话 不管是投影在这一侧 还是这一侧 还是线上直播的朋友们 麻烦拿起你的手机扫描 那像在LINE里面加朋友的那个功能 就可以扫到这个QR Code 或者是很多相机有内建这个功能 那也可以手动输入这个网址 它是slido.com slido.com 然后进去这个网址之后 警号不用输入 就输入00811就可以了 那不管是扫QR Code也好 或者是slido.com 然后输入00811也好 都可以进入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那因为今天谈的是在公务体系里面的 一些数位创新 那这套系统叫做slido 这不是我写的 中文翻译是我翻的 这套系统是我们在院里面最常用的开会的工具之一 因为一般来讲 在一个可能四五十人以上的场合吧 大概一两个小时的会议就不可能每个人都讲得到话 因为时间就这么多而已 那尤其是如果像我是跨部会协调嘛 如果一个部会 它的主官带着属官来的话 那属官大概是绝对不会举手的 这是很基本的官场的伦理 那但是属官其实才真的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要怎么样想办法让大家想到什么就可以畅所预言 又不会破坏到这个公务伦理呢 那像slido这种能够匿名留言的这个软体就变得非常的好 也就是说当各位现在进入这个聊天室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如果这个打个招呼啊 或者问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或怎么样 那完全都不用在意说 这样子问问题会不会很 就是很trivial 就是很奇怪或者是很浅薄 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 不止你在滑手机 而且它又是匿名的提问 所以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而且呢就算当场我们目前这边 只有一个人在滑手机 他还可以说是看直播的朋友们问的 对那所以我们马上就看到说 果然就有一位朋友问今天天气好不好 这边的天气蛮好的 但是台北那边不怎样 然后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 这个路上下雨下很大 不过在这边就感觉到 这个好像风和日丽一样 那所以当我在回答这个的时候呢 我会稍微点一下它 各位就会看到它有个高亮度 它变成一个高亮度的蓝色的一个题目 就表示说大家都知道说 我现在正在讨论这个题目 那接下来我会讨论什么题目呢 就要看大家按赞了 如果大家看到别人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 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又15分钟左右 基本上就是靠大家按赞的数量 来决定我讲什么 因为按赞数量比较高的 就会浮到最上面去 那最新的问题 好比像说如果我正在回答到一半 但是你觉得说 我没有回答到另外一个侧面 或者你有一些要追问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去有一个最新问题 最新的会跑在右下角 那通常也有一些程序动议 比如说冷气太冷冷气不冷 什么之类的 通常都是用最新问题的这边 跟大家来互动 那但是当然就是在场的朋友 还是可以随时举手 就是按钮发言 那在场的 就是实体的发言的优先程序 是搞过在网络上面的发言的 好那所以以上就大概今天的这个时间 跟空间的规则应该OK吗 那如果没有带手机 或进不了slide 也欢迎就是请你的左邻右舍 帮忙你输入问题 那也可以顺便拉票 那如果在一个小时 又15分钟之后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完了 那就是大家就准时结束 但是如果有很多问题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完 那就先说抱歉 但是每一个我都会看 那但是如果不到一个小时 又15分钟 就都没有问题了 也没有人举手发言的话 我们就会提早结束 不过从来也没有提早结束过 我也不觉得今天会提早结束 好那所以 大家如果都OK的话 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好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slide除了开会之外 还有什么样子的其他应用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除了开会之外 它也是我在讲课的时候 因为我常常在大学也好 高中也好 甚至国中小学都有请我去演讲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大学生 就是如果你上一堂课 是40分钟 他勉强还可以维持注意力 但是如果是一小时 又30分钟以上 那基本上他的注意力 大概就你很难去跟手机 去抢夺他的注意力 就到中间就是 我也去过某些大学 他甚至是把学生的手机收过去 以至于说我一开始刷到slide的时候 他们的教务主任 还必须又把那个手机都拿回来 发给学生 不过这个是特例了 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告诉我们说 确实就是当学生开始滑手机 没有在听你讲话的时候 你很难跟手机上面那些 要他按赞的 要他留言的 等等去抢这个主题 这在教学现场本来就是一件 困难的事情 那但是因为slide的关系 所以我等于一开始就把学生的手机 征收过来做几句使用 也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一定要按个赞 他如果你十分钟 不让他按个什么东西赞 他有时候手会抖 就是那个禁断症状 不只是小孩啦 大人有些也会这样子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有事没事 可以按一下别人问题赞 按赞那个冲动就缓解了 又有一些小孩就是中间 他一定就是要这个留个言 那留个言他有时候只是正常能量抒发 但是他如果跑去靠北什么什么留言的话 那他的那个想法就被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但是呢 我们这边呢就是尽量鼓励他 他不管有什么这个想法 他就直接留言在罪行问题这边 那就算是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 反正他也不会真的干扰到我的眼 所以这样子的话 反而你让他稍微有点distract 就是有一点点疏离在我们的讨论上 但是呢他也会觉得说 但是我的这个按赞啊 我的这些留言 他有一天还是会回到这里 事实上他只要去lobby他旁边的人按赞 他的这个问题不管在屋里头嘛 那 所以注意反而就不会换散掉 他会稍微出去一点 然后再处理 这个在呃就是演讲跟教学的情况也是非常好用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政院里面呢有一个系统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哦 开放政府联络人哦 我们会不断的去呃就是找每一个部会他们就有一群人就像媒体联络人是跟呃就是新闻记者沟通 国会联络人是跟立法委员沟通嘛 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跟网路上面突然间冒出来的一群乡民呃来沟通 那这个其实是难度特别高的因为这群乡民是没有特别的领导人 他们就是有一个梗就是有一个hashtag 那好比像说像之前在2017年5月我们刚刚开始这个制度的时候 当时呢就有一个梗 这个梗叫什么呢叫做报税软体哦难用到爆炸 那就是这个难用到爆炸就是变成一个很呃就是在网路上面很多人repeat的这样子一个梗 就是说啊那这个报税软体为什么那么难用呢 哦那是因为他用Mac啊或者是用Linux这种不是Windows的呃作业系统 那很不幸当时国税局有一位服务的人员跟这个民众说啊那你可以去找人借Windows啊 那对这个他就爆炸了所以那那几天这个媒体上面就一片都是说啊这个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国税局竟然要人去借Windows啊那所以呃当然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公共争扫网路参与平台就有一位卓志远 他就来这边提议这个提案就叫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当然里面完全都是负能量一整片的留言都是财政部找下台啊 啊关贸网路无能啊什么之类啊 我用Windows报税很顺啊但是没有人理他们啊那所以像这个开放政府联络员的工作就是呃像这是当时的财政部开放政府联络员杨金亨他的工作就是要上去回应那他的呃回应简单来讲我们现在浓缩成四个字就叫做你行你来哦就是他的回应就是说所有对财政部批评指教的朋友请大家呃过两个礼拜到财政部资讯中心我们一起来画出明年的报税系统啊就是他的回应就是说所有对财政部批评指教的朋友请大家呃过两个礼拜 诶他这样子一个邀请的动作你行你来当然我马上在底下留言说我是唐峰他讲的都是真的那这个情况下呃其实所有的这些负能量忽然都转变成很正面的能量大概超过八成提出很低的建议只有不到两成还在说财政部长下台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位卓志远卓志远卓志远是一位设计师那我们像他这样子的体验设计师其实是非常敏感就是他看到标开提 就会浑身不舒服哦那更不要说暴雪软体了那所以他谁在乎谁痛苦所以他在乎嘛所以我们就呃请他来发挥他的专业那他专业里面有一部叫做服务设计服务设计就透过一个叫使用的方式去把暴雪软体可能成天上万的上万网路上的这些负面的批评啊留言等等把它整理成什么开始就是收到暴雪软体 所以宣导嘛使用服务的当中就是进入暴雪软体登入的开始暴雪那中间大家怎么样的行动怎么样的需求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使用者的情绪如何那但是并且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啊财资中心的很多人他不是住在啊台北或者高铁站的附近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呢是像是360度的直播任何人都可以好像胜利其境一样透过YouTube的直播啊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 但是呢直播它是单向的啊它并不是双向的嘛所以我们怎么确定说哎在远端的朋友的一个insight他的一个想法能够进入我们这个讨论的当下呢哎这个就是通过slido 所以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说哎不要在YouTube那边留言去slido那边留言等于是我们把管板的这个任务就是哪些留言是有价值那些留言没有价值的这个任务去给所有一起在看直播的朋友透过slido的这个按赞的机制来告诉我们所以slido的前几名我们就会自动把它放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框框里面那所以只要啊就是看的人把它推上去 我们在场的包含卓制员啊开放政府联络人就会直接把这个slido的意见放到我们的这个便利贴的使用者的旅程里面那在这里面呢其实公务同仁都是很专业的其实每个要放到哪里都不需要我来教我最需要教大家就是说如果他的留言是写字报多你贴上去的时候就要贴字报多因为我们公务人员常常是在脑里有一个翻译器可能不想要长官呃就是写压升高所以如果留言是写字报多 通常我们签上去都会写文字稍嫌冗罪啊就是就是就是稍微给他平安一下对那但是呢所谓你行你来啊开门造句他的一个要点就是说对方写字报多如果你不是贴字报多你就没有站在他那边嘛你若不站在他那边他为什么要帮你就是出心力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惊叹号拿掉但是字呢不可以去把它拿掉所以网路上的朋友slido留言说 我们就华丽到让人迷惘我们就要贴华丽到让人迷惘甚至在网路上也有朋友去说我们在当年报税2017年的时候大家也许有报过税可能记得当你做完结算但是还没有送出的时候会突然跳出一个国税局每一区都不一样的一个吉祥物一个小娃娃然后他跳上跳下然后用标凯提携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敬叹号那这是希望大家在报税的时候心情可以好一点的一个设计吧 那但是网路上就有朋友很尖锐地指出他说他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意思就是说痛快就是痛得就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他心情自然会变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放再多可爱的感谢你对国家贡献平常觉得很可爱他看起来就好像在讽刺一样那总之就是报税呢大概心情是不会好的快一点结束就是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透过slido就是群众的这个力量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真正有价值的就服在上面 没有价值的自然我们也不会讨论到所以就算有上千个留言最后终整起来也不过这么大概一百个左右那所以呢我们就后来花了四次的工作坊去邀请所有有留言的最酸的这些乡民们然后跟这个比较可怜的这个官贸公司然后还有五区的国税局的这个公务同仁当然还有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罗人嘛大家一起去真的去把本来就是真的有一点稠稠的这个画面变成这个很漂亮的这样一个画面 当然这个画面其实你找设计师你只要肯出钱都做得到但是为什么这个它在第一年推出就有96%的支持率虽然当时只有在Mac跟Linux上用Windows的使用者要去接一台Mac那为什么那样子呢是因为然后到接下来就是再次一年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收到98%的支持率这个在政府数位服务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高的支持率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有超过5000人他会觉得说至少我有贡献一张便利贴的这个价值 也就是说好像你看一座庙那庙里面常常有一些这个石头上面刻满了大家的名字嘛就是他会觉得说我的名字是在这个上面的这是我贡献的一部分所以他自然会愿意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说这是我参与研发的系统这里面有哪些新的部分是值得大家学习的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就不是在外面这个所谓会炒的有糖吃是会炒的我们邀进厨房来一起炒糖吃就是从口部的炒变成火部的炒 所以slido是能够让虽然在很远的朋友们还是有一种好像我在现场参与现场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也是搭配直播来使用除此之外他还可以用来投票等等那这个反正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有空的时候去玩一下那通常我第一个问题会回答比较久因为让大家开始这个有机会问问题好那我们开始有12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政委在加入公部门跟公务同仁共事的经验当中请问普遍最缺乏哪一种能力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建议可以让同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开始这样好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就是公务员是我碰过最有创新能力的一群人我自己从小的时候大概14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想因为当时呢就是我在就是中小学科展嘛拿到全国第一获得保送资格之后就开始去问大家说那这样子的话我有保送资格了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但是呢其实我要保送去那所高中的学长们 都告诉我说其实你去也是一直请公假而已他们建议我不要浪费时间也就是辍学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是因为当时有全球资讯网嘛我已经在上面开始跟很多教授们开始一起做研究因为他们隔着网路也不知道我才14岁所以我就当时把我们的这个email印出来然后去找我们北升国中的杜惠平校长然后去试图说服校长说那校长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辍学 我也不想去念高中了啊那然后呢校长看了我这个email printout然后呢我就跟校长说你看这个上面有讨论的东西哎这个课本啊比试图好像落后了十年啊那我现在已经开始做研究了是不是可以不需要这个中间那种累积学历这件事情校长想了大概快一分钟然后就说好了那你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但大家要了解到这个是在还没有实验教育的条例也就是说强迫入学条例还生效的这个情况所以其实校长接下来做的事情 就是帮我瞒着教育局那我最近在亲子天下的那一场有一场会议实验教育会里面才碰到当时的教育局长当时的教育局长也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之所以可以不用就是被罚钱然后抓回学校完全是因为就是有公务员愿意啊登在不时那么现在当然这个追溯期都已经过了追溯期过了所以讲这个是无所谓但是就是说当当情况有真的新的情况 出现而我们的法规我们的命令就是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还没有办法就是跟得上实际的情况的时候毕竟就算是自学的自治条例都要再过可能我那个时候开始算大概三四年才能够通过嘛所以我们这个第零代的自学生确实就是靠公务体系就是包含局长校长愿意去承担承担什么呢就是一个叫做sandbox就是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可以违法但是或者违反规矩 但是呢公务员是还是希望说你这个不要只是个案你还是同案那个案怎么变同案呢就是包含我的就是学习的方式啊我的接下来我自己帮自己列的课表啊我做了哪些作品啊等等这个校长还是很有兴趣就是我要按时回去跟他报告了那这个就等于是现在自学审议会会需要就是不管你是团体自学机构自学在家自学的学生给得出的这个交代所以我很巧就学到说公务员你只要能够就是满足 就是给得出交代的这个需求那么其实公务员是最创新的一群人哦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第一个我不觉得公务同仁缺乏创新的能力我觉得公务同仁很多他是平常在作业的过程里面他觉得说要给得出交代要accountable那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我们在从社工领域那边借来一个字叫做职务流程的再设计哦简称职在职在它本来的意思是说有一些 可能身心状况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朋友他要进入职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重新设计这个工作流程让他能够就是比较发挥他的所长而不会受到他的身心的局限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有AI嘛AI其实也是一个身心状况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朋友就是说如果你给他的那个结构输入很简单输出很简单的话那他反应是很快速度是非常快但是呢他如果这个做错事情了他很难辩解 他很难给得出他到底为什么做一个判断的错误他很需要一个好像夜市一样就是不但让他观察你的这个就是工作的过程也是在他的家里面一开始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把它导向正轨跟我们教一个小孩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当AI进入我们的工作流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检视说我们工作里面到底有哪些部分是我们已经洗烟而不怕我们就是觉得说我们工作这一段就是很浪费时间的 我一天就是要浪费这样子多长时间那如果有这个觉知就是去看说我工作里面真的这部分我在做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容器人等等的时候说不定这个时候就是有你的AI助手进场的这个时候他不是来取代你的工作是每个工作里面这一段去把它就是替代掉但是你呢就可以比较专注在人跟人之间共同的价值沟通等等的这些工作好比像说像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总统杯的黑客松 他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就是提出一些新的想法透过数位的技术去把我们的公务做得更好比像说这一位应该是台湾自在水公司的一个简陋员简陋员就是在水管这边去听到底有没有漏水那这应该是在他们那个时候从有一个漏水发生到被简陋员听到平均要花两个月的时间而简陋员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听没有漏水的这个水管那他有创造 或是什么呢是在有漏水的因为你要想怎么行那接下来才不会又坏掉这个是很需要创造的意义但是去听一个水管说他没有漏水这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事情只有快慢的差别而已而且这也让他们比较难招收到学徒因为对年轻人来讲花大量的时间去听一个没有漏水的水管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的方式但是年轻人是很愿意做什么呢很愿意去写一个机器学徒去帮助一些老师傅 然后去问这些老师傅说你是看哪些因素你听哪些频率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没有漏水所以后来他们去结合了像我们工业控制SCADA系统就是血压水流量等等的这些数据真的就做出来一个对话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就是师傅一醒来的时候他就会告诉师傅说师傅你现在在这边附近这三个地方最可能漏水你今天就先去听这三个地方他的信心指数可能70% 75%等等 那如果有三个信心指数都70%那他一天下来一定会听到一个有漏水的所以他就可以发挥他的创造力而比较这种融的就是没漏水的这些部分他交给这个机器学徒听就好了那所以他们就获得了总统培黑客送的奖杯这个奖杯就是一个台湾的形状底下是有一个投影机你知道一打开这个投影机就会出现什么出现总统班总统培给你的画面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自我描述的奖杯就是在台湾我们叫神主派就是在台湾我们叫神主派 就是说如果这个你的处长说没有预算或者你的部长说这个需要法规调试你只要把这个投影机一打开总统投影出来那他们马上就帮你找到预算然后去做法规的调试因为这就是说他们花三个月做到的事情我们在接下来十二个月里面就把它变成我们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那所以这个才是总统培黑客送每年颁出五个奖杯就是想出五个新的方法来革新这个公务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跨步 我们协同合作的能力就是open innovation开门造局不是闭门造局的这个能力那这个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说去很坦白的大方承认说对我们工作里面真的有一些很荣的部分本来还有公共行政替代役可以帮我们解决的但是像现在我们院本部也没有公行替代役了这个替代役的退场常常是数位转型的开始的契机因为你本来都可以交给替代役去做的现在就不行了嘛那所以这些呢就是本来 可是因为替代役它几个月就会轮换所以你会给它的一定是你短时间可以交给它的而且它结构相对简单的它做出来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相对容易去判别的所以确实啊就是你平常会交给替代役做的但还就是接下来可以引入AI来做的部分所以这种检视自己的工作找到里面容的部分植物流程再设计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是所有人要做数位转型创新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也不是只有公部门的统人啦但是公部门统人 我觉得确实是因为要给得出交代嘛accountability的关系所以常常会觉得说我自己做我还是最给得出交代但是事实上只要你像刚刚那个水压水流量的那个机器你一开始把给出交代能力设计进去的话它一样到最后是给得出交代的好那有一位朋友有一个追问问说请问我是不是真的有在操控台湾人的脑坡并不是这样子的大家都知道说任何人都可以在网路上问我问题 任何人都可以透过slide透过直播问我问题而大家问我问题我就会去想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说是全台湾人都在操控我的脑坡才对好那有13位朋友们说天啊看到偶像了好那这个可能就是希望我讲出这几个字而已似乎不用特别的来回应好那有13位朋友们问说现在政府以及学校已经发展到数位化的政府了如何让民众或学生更加相信资讯的安全以及隐私权的保护 那其实我的这个扣角还是同四个字就是你行你来哦那确实我们现在在就是办公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去找很多白帽的骇客什么是白帽骇客呢就是他有能力去打穿你的系统但是他打穿之后会给你一个交代去教你他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那这些朋友们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参与的话我们常常就是用一种防守的方式来向自然用防守的方式来向隐私那其实呢就是骇客真的要 攻击你的系统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用保守的方法来想是充满创造力的一群人所以就是你要找同样充满创造力但是他愿意来告诉你说他是怎么样来破解你的系统的一群人这样子才真的能够做到这个防护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些大的一些系统好比像说我自己加入行政院的时候我自己带了一套系统进来叫做Sandstorm嘛那Sandstorm呢是任何人他只要他的email是gov.tw结尾都可以用的一套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共笔啊试算表啊各种各样子的应用程式啊等等那新制图啊这个我们平常开会啊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名单的这个联络簿啊等等甚至包含就是大家最常使用的功能之一就是一起订便当的功能啊等等就是在这上面大家都可以自己的去开发任何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平常在用的 就叫做看板嘛我们在礼拜上一天大家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打开这个看板里面每一个人在工作的项目好比像说哎 卫福部需要我们开一个协作会议的课程那在这里面已经办了哪些事实上还没有办哪些事实上有哪些附件啊有哪些人正在做这个工作啊包含就是我现在没有在办公室里面但是我可以看到有哪些人现在在线上哪些人现在不在线上他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啊等等啊分成网站啊技术啊 等等的这些不同的这些组别都可以直接在这上面去进行管理那就是一套相当强大的系统但是当然不是只用来做这种严肃的事情好比方说我们有把行政院附近的所有的这个就是珍珠奶茶的这个店啊 啊还有便当店的菜单都有拍起来所以这个 开会后大家会记得不但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记得我上次点了什么啊所以这是非常的方便对那大家就可以一起做一些团购那这个不是厂商写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同学自己写的他写的时候也不用去管资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系统本身他就是有一个资安的啊就是啊我们叫做sandbox 去把他所写的系统包含单一认证啊等等都已经把它做出来所以他不用特别去担心资安的部分那像这套系统在我们上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先去请外界的白帽骇客包含有得到应该是国际Deafcon第二名仅次于美国队的Deafcore的朋友啊来这个系统打了六个月那这六个月里面他们就找到了三个漏洞而且这三个漏洞都有公开在往路上都是CVE就等于他们的作品集这样子是等到他们经过六个月 他们说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的他们就是完全打不下去而且这是开放原始嘛所以他们是看着城市嘛然后真的已经完全就是找不到破绽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推出去给全国的公务人员使用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段就是白帽骇客测试期的话当然也许我们自己可能觉得很有信心但是第一个黑帽骇客来的时候这个他是不会通知你的那第二个是说白帽骇客也有自己的社群 所以他也会这个社群传开说行政员现在引入了一套资安上面没有什么问题的系统那以后如果有人质疑啊会有人提出说这个是一个漏洞啊什么那这些白帽骇客也可以出来说我们已经帮行政员已经解决了这个部分了也就是说当民间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时候所有对资安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在台湾我们叫做以家来训嘛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实际的实物作战可以来做嘛所以当他们自己有这样子的经验的时候第一个就像刚刚讲的他们不会好像是隔着一层好像我们要大家相信我们不是这个威权的那种这个信任不是威信啊那而是说诚信嘛就是说你看到不好的部分我们赶快来把它调整掉所以这是资安的部分那当然在这里面预算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也会就是不但有专门的资安预算这个自动安全法之后也有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在规划说包含专门的资安的直系那包含这个资安的head count跟资讯室分开计算等等就确保说大家都有足够的资安人员来跟这些白帽骇客能够接头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隐私权保护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参与这个隐私权保护的讨论它不像说像我们指挥中心就是民间有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去把确诊者的这个足迹嘛去公布那这个很多人都想要这个 那但是指挥中心就不断的这个抵抗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而且指挥也常常说嘛就是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去如果你知道会被揉搜会被公布你的足迹等等的话那你就算有症状到底还会不会戴一个口罩跑去诊所呢说不定大家配合疫调的意愿就会减低了那所以就是让大家透过这样子设身处地模拟的方式去想说如果换成你的话会怎么样等等那这样子这个隐私的界限大家就可以带就事论式的 去进行讨论像刚才校长也有提到说我们有开发一个所谓的电子围里嘛Digital fence那当时在开发这个的时候它主要是资安处的工作那资安处在开发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选择就是说它是要按照国外的现在像Google啊苹果啊都有提供在App就是你的手机上面安装应用程式然后它去确保说这个你就是疫调的这个过程它可以掌握你一定的行踪等等还是我们就完全不要安装App 虽然不像GPS或蓝牙它感应的那个很精准我们只靠你的就是收讯的强度因为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三个Bar四个Bar两个Bar等等它是代表你离你最近的那个基地台的距离嘛越远那个Bar就越小嘛这是大家都了解的那因为在台湾宽屏是人权所以几乎任何地方你旁边都有四居的基地台那最近的三个基地台都知道离你大概多远所以它画三个圆这三个圆交界的 地方就是你手机在的位置这个是你的电信公司本来就知道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在就是你切换基地台的时候它要持续提供服务嘛打电话不能中断那但是呢这个的定位是非常不精准大概即使在大都市里面最精准的情况也只有50公尺的这个Radius那也就是说它完全不知道说好比像说你现在到底在门口还是在门里面只是不知道GPS就可以知道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最后去采取了这样子的一种不精确的方式 来做电子围里就是因为大家透过这个手机所在的这个大略位置接收到即时的简讯这个是大家都有经验的也就是说每次这个有地震的时候现在大家都会提早几秒收到国家级警报嘛那但是没有地震波及的地方就不会收到那所以如果有些人没有收到都会开玩笑说自己是国家级的边缘人哦就是说警报竟然没有收到我的手机所以这个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或者像就是豪雨特报啊台风的时候 如果它在土石流的危险的区域它也会收到一个就是要疏散的这样子一个警报所以就是说以你的手机不用装一个APP大概在哪里就会收到一个也不知道你的身份里面也没有你的名字也完全无从掌握你这个看了这个警报知道到底有没有做事情的这样子一个单向的细胞警报这件事情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而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它对隐私比较没有侵犯如果你现在突然发明一个GPS蓝牙什么别的东西 那要大家来相信可能就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们看国外都知道但是我们如果只是把灾难市警系统稍微改几个参数它现在就是说除了会寄给你简讯之外也会顺便寄给你的李干事跟旁边的远景一个简讯啦那但是其实就只改了这一个地方而已这个其实大家真的可以接受而且大家也了解到说过了14天之后那当然出了这个就是Digital Fence威力之后当然它也不太可能继续去作用那这个就跟我们只有在台风期间 地震期间灾难期间这个细胞性警裁作用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隐私权保护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运用自己已经了解的我们叫social norm社会的一些常规来理解新的系统而不是说新的系统是要求大家改变社会常规去配合新系统这个我们在国外看到只要是要求大家改变社会常规配合新的资讯系统往往都就是大家意愿有限而且会导致比较大的争议 那有十二位十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在公务体系里面的资讯人员薪水没有业界好流动率很高以至于系统建制的维护有时候会有落差或者是青黄不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预财可以流财这个在资讯领域是如此在资安领域尤其是如此因为资安领域现在在台湾的这个人力还是就是大幅的短缺所以业界是用非常高的薪水大概从公务体系的角度看上 大概是三倍的薪水在那边就是挖角那资讯体系也是如此那所以我自己的可能两个具体建议吧一个是说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资安要独立直系那或者是之后就是他可以有他自己的加级表那之后的这个资讯人才我们也会希望全序部或者考试院能够更加明确他的这个待遇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会希望说他不要完全跟业界就是脱钩如果跟完全跟业界脱钩的话确实就是被挖走是非常容易的那在之前就是 就是全序部其实也讨论过很多次这个题目那他们跟任总也有过很多讨论但是在以前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院周期跟行政院周期不太一样长所以常常我们在行政院讨论出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好比像说很多持家者就是他要照顾家里的朋友我希望不要半天半天的请假我希望可以一小时一小时的请假就连这个就是任总去调查行政院所有的人士单位每一个都答应都同意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主意当时在 全序部报道考试院院会就拖大概接近一年所以其实之前跟考试院的这个关系是就是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够进行调整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说任一届的考委他们的任期跟行政院这边比较对比了那另外就是说全序部跟任总的合作也更紧密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待遇的部分这是我们可以很具体来讨论来调整的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同样重要就是说我想公务体系里面的资讯人员可以把自己看成是离人更近一点不要离机器那么紧的一个角色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公务体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创新它是可以出类旁通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好比像说那个就是台水那套系统 其实后来台电也就出类旁通去参考台电今年有好几个队伍都加入了总统被黑客送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花比较多时间在我们刚刚讲的职务流程再设计而且去看说在其他的类似职位的或者是类似职系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为什么现在工作感觉上都比你能够准时下班原来因为它导入了这套创新的流程导入了这套创新的方法等等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工作就比较是不是只是我们数位化 就是把纸本变成数位也不是数位优化就是说去把本来20秒可以做完的事情想办法拿一些新的系统来变成10秒可以做完而是数位创新就是说那说不定这件事根本就不用做你可以再好比像说资料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数位化你不需要再找人去扫描啊等等那其实我在行政院院本部大部分都是在做这样子的工作也就是去辅导好比像说之前司法院的那个资讯的主管又来找法务部 那他们发现说他们尤其是刑事的这个券证常常有就是一边他明明是本来是电子党但是因为只有纸本在交换的时候算数哦那所以呢他们必须先列印出来列印出来盖个章送到院方送到检方或检方送到院方到对面那边他们还得扫描扫描回来之后变成电子券证那有的时候呢这边还来不及这个自己留一份电子党的时候呢因为说不定警方检方直接到院方了检方还得把院方的这份纸本券自己再借回来 再扫描一次所以会变成是一个明明就是列印出来的东西到最后被扫描了三次对的这样子一种在我看起来是就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运用即使是替代仪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好的运用方式哦那但是像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每一步都是因为要给得出交代嘛就是说如果有错字啊如果还有缺业啊等等他必须要accountable他必须要知道说到底是谁犯的这个错误那这其实当你如果设计一个好的券证消费系统的话就算是透过电子的 也可以透过像公开新药的签章啊自然评证啊等等总是有一些方法知道做操作的那个人是谁还是给得出交代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就是去跟两边的资讯主管进行讨论双方的这个资讯人员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工作就不是在就是去调教那个扫描剂让他能够一秒钟扫比较多页哦而是说他们在调教他们的工作流程以至于如果院方已经做过数位化检方就不需要检方如果做过数位化院方也不需要 而这个就对律师之后可能他要远距掉这些状啊等等都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何况司法院后来又把这些事情变成他的线上的这个就是诉状的公开的一个系统包含一些判决的参考比方说不能安全驾驶罪就是所谓酒驾啦那司法院会花很多的力气去说服大家因为很多人会有质疑嘛说为什么判这么轻哦奇怪都没有人质疑为什么判那么重那但是就是酒驾为什么判这么轻 他们要花很多力气解释的一件事他们后来就透过总统培黑客松做了一个线上的AI助理啊只要任何人问说为什么判这么轻这个助理就会去把所有类似这个不能安全驾驶券每一个因素啊都调出来告诉他说其实行情就是这样子这里面有这些这些因素我们法条这样这样这样定啊所以你自己试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说到最后任何法官来都只能判这样子而已这个就能够充分的应用我们一开始数位化数位优化的这个基础 然后接下来就到数位创新等于不是只有省资讯人员的时间也可以省他们的press officer去跟这个就是新闻记者讨论发言人士那边的时间那所以这个呢对资讯主管来讲它的功能就不是只是好像帮大家省时间而是能够帮大家去拓展不管是新的业务或者是节省掉一些他本来很不想做的业务那这个其实都是面对人去做服务设计而不是面对机器去做调整那这个一方面成就感很高那二方面你能够调整 交动的资源也就不是只是自通讯预算而已那这个时候对于资讯主管来讲这个career比起业界就比较有竞争力如果他在这边就只是做一些就是我们说打下手这个工作的话那确实常常会觉得我在业界就算是比较爆肝大概一定是比较爆肝的但是至少他的成就感比较高所以要达到一个就是数位创新的过程我觉得就是资讯人员本身的成就感也是很重要有14位朋友们问说新闻报道有好 好几位科技的名人预言AI会对人类构成严重的威胁想知道我的看法我想AI对人类的威胁其实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对我来讲AI就是叫assistive intelligence就是辅助式的智能嘛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两件事一个是说它的价值要跟你一致第二个如果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情跟人价值看起来不一致要给得出交代如果你有一个人类的助理它的价值跟你不一致而且它又给不出交代你立刻就fire掉它 这个是我们对于人类的助理最基本的要求嘛就是说如果就是我做一个判断你做相反的判断你至少讲得出来为什么啊如果讲不出来为什么又无法说服我的话那当然明天就不用再来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对AI如果一直保持相同的这个要求的话其实就没有去取代人类的这个问题因为对人类来讲我们会要运用AI就是在我们不想做的部分去让AI做而不是我们还想做的部分 那我最近呢在那个就是武南有一个新的书大概好像是昨天才上市的叫做政府数位转型一本必读的入门书那这个书是非常的就是不谦虚他就是认为他就是你就是一定得看他那但是我是觉得是写的确实是很好那就是我们在就是提一句就是电子治理研究中心的几位公信系的老师们就是主编那当然就是 就是包含我啊或者是我们的宋玉川宋富密啊我们这些在行政院院本部去帮忙做数位政策规划的朋友都觉得说这本是真的是老少显疑就是任何人大概都可以很容易看得懂他甚至可以变成我们在中学里面就是教数位素养的基础的教材那所以就是来打书的啦希望大家可以买这本书但是我没有板水OK好对那然后这个是我的序这个序倒是直接在网络上面那就是说数位民主创新服务 那我在一开始就举一个例子说好比像说喜爱户外活动的朋友啊一定不会让机器带领代替我们去跑步去登山啊你派一个AI啊就是帮你登完百月啊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但是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可见只要是对人类还有意义的事情那其实这是获得心灵的满足嘛就是或者有创意的工作这一部分我们是不会交给去AI做但是如果是要满足众人的需求而我们觉得说我们忙不过来或者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觉得自己很像是机器那这一部分当然可以叫AI做那所以只要我们一直保持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这样一个哲学大概就不会受到AI所威胁那这里面呢也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也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point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开发AI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嘛是一个民主式的一个治理那但是其实这个很多人就一听到就觉得说那这个会不会太理想化因为这个民意如水啊 哪里去找共识啊都会有这个负责骑驴的这个情况嘛那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行政院本部我们去做就是好比较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的协调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说为什么很多的机关他不太愿意就是被就是这种整合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有他自己的指掌有他的管理目的他很不希望说变成是你做一套整合的让爬山的人很方便就是你只要登记一次但是呢每一个权责机关 因为呢你太方便了所以很多栏位是会漏掉的所以呢你就会增加他们的风险或呢让他们要更晚下班呢其实常常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规划这种数位系统如果没有把第一线的公务员带来一起讨论的话就变成你省民众一个小时但是公务同仁要加班两个小时啊那这样子的情况当然也是不能够长久的那所以我们在当时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一个登山申请的服务网确实本来是国家公园啊或者是就是林务局啊或者是 警察局啊等等都有不同的申请的方式但我们没有要取消掉他们我们只是做一个一次的好像一个旅游代办一样就是你只要去按一座山他比方说能够是越岭啊还是嘉明湖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自动的去帮忙去找现有的就是在各个不同的部会这些网站他包含山屋啊营地啊这个等等啊这些部分到底剩多少还可以申请多少需要登记多少等等那当然这就是建议路线嘛你可以 自己去选各种不同的路径但是呢你不管选什么路径他就是自动帮你去他比如说排云山庄或者远峰山屋等等这些营地去进行就是booking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时候从公务同仁的角度来看他本来的网站也没有消失他本来的执掌也都还在我们现在只是就是后端用一个叫做open API就是开放式机器对机器衔接的方式能够让前端就是第一次爬山的朋友可以不会觉得好像那个学习曲线那么 陡峭但是实务上他也省了第一线承办人员说明的这个麻烦所以当你能够省民众时间又省承办时间的时候这样子的数位创新才有可能推得动那这个是我们一向就是协调的一个方式所以也不会有父子骑驴的问题因为父子骑驴这个问题最大的困难就是说那个驴一次只能在一个人而且只有一次只有一条驴嘛那但是我们现在本来的并没有打掉啊我们多了各种各样的互动甚至包含民间用APP啊用 对话机器人的朋友也都带过来只要他觉得有一个更好的界面我们就让他开发这个更好的界面所以就会出现路人愿意提供工程还可以让他们搭便车等等就是说我们不会受到本来那只驴子就是本来那些网站的限制我们可以用一些有创意的方法去开发出新的做法 那我们只要不断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规划大概就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我们如果是只push一个价值然后去牺牲其他价值来配合AI那当然就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动荡 包含这个就是贫富不均啊等等但是我们只要确定说我们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是辅助所有人的大概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那有一位朋友有一个追问说为什么我刚刚讲话可以这么快速流畅啊 是不是有学过速读啊我是没有学过速读但是我有学过饶舌啊就是rap那这个对那如果有这个唱过rap的朋友可能知道说rap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在逗号的时候换气因为逗号的时候是大家还在理解我讲的上一句话所以我换气的时候大家就比较不会注意到所以会以为说我都没有换气但是其实是有换气的有13位朋友们问说那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公务常常使用视讯的会议 效果常常不如预期例如像会断线会延迟请问就政府的角度要如何推动数位科技资讯的完善呢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说断线跟延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划上面就是你有没有备案像我们几乎像slido只要还开着如果现在线上看直播的朋友发现声音太小了或是说有回音或者有杂音或怎么样他们立刻在slido上面就会留言然后在slido上面马上就会知道所以说你会有个slide channel 就是说就算你主要的那个频道出了任何问题那你的次要的频道还是可以保持大家在场的感觉如果你没有这个次要频道大家没有保持在场的感觉那它在荧幕前面立刻就被什么别的视窗吸引走了所以至少就是同时有两个channel有的时候是视觉的跟听觉的有时候是视觉跟听觉在另外一边但是呢你在旁边呢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手机可以进入了一个对话框好比像说一个line群组啊等等这个也是有可以的那至少它会震动嘛 震动算什么触觉的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尽可能的去营造第二空间那有第二空间的话大概就比较不会有好像突然断线突然延迟对方那个在场感突然消失的这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收音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发现说如果你有很良好的收音的话就算视讯抽格视讯延迟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在脑里都已经会有大家的这个就是表情了嘛那所以大家的表情在脑里建模完之后 其实就算我中间视觉突然间断掉只要我还是听他讲话听得很清楚我在脑里本来就还是会有这个人在讲话的那个样子那所以这个情况下脑补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反过来就算你这个就是视讯非常清楚 但是呢讲话突然间抽格突然间断掉突然间声音不见了那除非大家是有学过读唇语的这个能力哦那不然的话这方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所以就确保说你在连这个视讯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完整的连音讯的而且这个音讯不会断掉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政府的角度要怎么样推动数位科技资讯的完善呢 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比较是属于硬体频快以及硬体应用的部分我一直还是觉得VR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那我能够带上VR现在VR其实都很倾向最近那个XR Space它是轻到说带三四个小时都不会觉得特别重就是它并不是比一个眼睛重太多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再用控制器所以你直接用手势就可以操作也不需要去学那个控制器怎么按所以即使你不是这个 这个平常有在玩电脑游戏也可以很容易进入那个世界那在这种就是比较lightweight比较轻量级的VR里面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这样一个沟通的这个惯喜就是谁在看什么有没有点头怎么样都把它留下我只是带下这个时候像那个微软最近出HoloLens 2也是有一样的这个作用就是我的手可以正常的使用我不会说一面跟大家聊天一面突然要拿一个控制器在那边按就会很奇怪 所以我的手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我带上像HoloLens的话那这些空的椅子就可以突然间冒出在线上的很多观众就是所谓的就是阴阳眼嘛那但是就是如果在大家就是各自都在家里比方我们在国外有很多人lockdown嘛每个人都在家里那他可能是不希望就是家里的这个摆设什么带进这个线上的空间他也可以就是扫描他的办公室然后呢把这个扫描过的办公室直接放到这个线上里面所以任何人在加入的时候是加入他办公室那个场景 虽然他是坐在他家里的椅子上带上这个VR然后把现场这个关掉完全进入VR里面他就只看得到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样子跟同事那这个就是比较像观落音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这个augmented reality就是阴阳眼的部分Virtual reality观落音的部分都是让大家能够就是用平常就是相处的方式来相处而不是把彼此看成一个一个小的方格子来相处那如果你真的没有VR 你只有一个一个小的方格子的话那现在也有好比像说像微软这个他们就Microsoft Team嘛他们现在有个叫Together Mode那他就是尽可能来解决就是当你有一大堆方格子但是你又没有VR的时候怎么样做出一个虚拟VR的一个感觉他就在视讯里面把每个人去背啊然后去背完之后呢他就会进入一个好像大家都在一个这应该是类似会议室吧然后在会议室里面然后所有人都看 看着就是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看着前面的一个很大的镜子的这样子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他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他有锚定效应你比较知道你左边是谁右边是谁你看左边右边的时候你比较知道你在跟谁讲话那第二个是说他解决掉传统上就是你如果盯着摄影机看你就没有再盯着对方的眼睛看你如果盯着对方眼睛看你就没有再对着摄影机看的这个视线的问题因为他会自动的调整你的视线让他变成好像所有人都在对同样 让镜子里面的人聚焦我去看所以这个是就是没办法的办法就你如果只有二维他还是可以模拟出VR来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也很常使用的叫做High Fidelity那High Fidelity呢他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眼神对不上的问题呢如果你VR也没有那你这个也没有一个就是很好的能够去背的这样一个荧幕那至少你可以有耳机那只要你有耳机他就可以这个进入一个这个环境的 环绕的一个世界里面那这个世界呢很有意思就是他每一个人他都是完全没有头像的因为他是从空拍所以空拍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就只有自己的名字跟你面对哪里然后以及你讲话多大声那这个就是也没有眼神无法对焦的问题因为完全都看不到脸嘛所以没有盲长就没有盲长眼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其实可以全神关注如果你有戴耳机然后进入High Fidelity的话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说 我们现在在同一桌的人就好像在小组讨论比较远的人他要大喊我们才能够看得到那甚至有些人可以说那我们这边只是另外开一个会场吧大家就走过去跑到另外一个会场所以即使你只有耳机而且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摄影机的情况下那你也可以透过High Fidelity来营造一个共同在场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在原本部大概就是不断地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实体的会议去跟线上去媒合那我们去让就是在所有这个 我的办公室也就是仁爱路三段99号社会创新时间中心的朋友都很习惯说大家在这边开会的时候会同时同步地去投影到在全台湾各地不同的会场好比方说这个这边应该是花莲吧那我最近才有去就是新竹县嘛那不管他们在哪里啊我们都可以透过这种双向投影的方式去吧就是这边的中央部会的12个部会的公务员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能够比较胜利其境的就事论式的 在讨论当时的这个状况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所谓见面三分情双向的视讯多项的视讯大概也可以有个2.5分情哦那至少有个两分情那如果大家都戴口罩可能只剩一分情因为表情看不到所以就是至少比戴口罩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在疫情的期间就不断地在运用那其实在疫情前我们的巡回社创巡回就是SI.Taiwan的这个平台我们也已经用了相当久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就是能够用VR用VR没有VR用用个together mode那如果没有together mode可以用high fidelity就算是纯声音也可以使用啊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政委在未来的公部门服务的期间啊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其实在做的事情一直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有学过设计思考的话设计思考它比较有名的就是double diamond嘛double diamond就是当大家都还不确定要怎么样 处理一件事情就是don't know could be就是有各种可能性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解决的时候我会先去问大家有怎么样不同的立场就是对这件事情大家有各种不同的感受然后试着收敛成什么呢共同的价值那接下来有共同价值之后大家就可以去实作嘛每个人都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方法那做不同的方法之后这些不同的结法到最后还是可以做到一个就是共同的product就是共同最后给出来的这个结论所以就是说 在前面这个double是大家不同的感受共同价值后面是不同的结法但是最后达到共同的目标那就达到共同目标的伙伴关系就是不断透过这个设计思考的这个双零型来达到所以对我来讲我并没有哪件事情特别想做就像我并没有哪个问题特别想回答大家在slido上面票数最高的就是我最想回答的 现在在这个联署案里面这个有五千个人联署的那就是我最想先处理的可以说就是完全靠crowdsource就是群众的外包来决定我在处理事情的这个优先顺序那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说任何人他有任何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安全他可以透过匿名的方式笔名啊透过这些方式在不泄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然后去提议好比像说公务员这个一小时请假不要一半小时请假当时提议员叫做玛丽索 很明显就是一个笔名那是最后这个过了快一年好像一年多终于说服了考试院然后最后真的变成这个生肖了他才突然在facebook上跳出来说因为他就是当年联署的那一个人等于是说我们让这个帮猫挂铃当这件事情可以不需要有那么大的风险了那这个是我在公务员服务期间最想做的那所以我常跟全世界说我是公仆的公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哦那有12位朋友们问说现在如果走资工领域的话 未来会不会饱和很好的一个问题我想资工的这个领域为什么我们在资讯工程界我们常常都是说我们这个资讯工程是零空建造平空建造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建筑的材料也是抽象层就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实体的东西我们做出来的系统也是抽象层也没有什么实体的东西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你在任何的领域其实都有你发挥的一个空间只要就是多一层抽象层 可以帮忙解决的一件事情 资讯的工程工作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未来的领域是不会饱和的因为你不管未来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资讯工程的工作那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刚刚讲的大家在学资工的时候很多是在学后面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子去就是写程式嘛怎么样子去评估程式嘛怎么样子去建造去测试去迭代那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靠近人的这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子去一开始有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然后去透过我们叫做ethnography就是民族制就是跟人一起混的这个方式去了解到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去整理这些insights去整理他的这些opportunity area就是有哪些介入的一些地方那这个就叫做设计的工作设想跟计划的工作但是程式设计也是一种设计啊所以如果你会程式设计的话往前面到体验设计到互动设计到这种策略设计其实也不是一件很难学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从比较资工的角度我们有看到说有一个叫做故宫他是我们的内阁成员嘛然后呢他们也有开放政府联络人那有一天他们开放政府联络人呢就分享了这样子 他们现在的院长吴密查院长他的当务之急就是user friendly啊那所以呢我就跑去跟他见面那当然就是派个机器人去啊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很创新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他当时觉得说哦机器人因为他知道我在南院故宫南院有开过一个机器人嘛那那个机器人相当的就是不是很灵活还差一点撞到售票口啊而且会遥控等等那我就跟他说都现在都不用了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记得是我在联合国在日内我用了那一台我说现在都不用了 你只要是有一个旋转椅啊把我夹在那个旋转椅上因为我的同仁呢可以在旁边帮我转这个椅子也就是说哎有人讲话了那就赶快把我把椅子稍微转一下然后我就会面对那边啊那这样子虽然这个没有就是就是有轮子的机器人那么活灵活现但是开会也就很够用了所以我们筹备时间好像不到两个小时然后就直接跟他开始这样一个对谈所以他很高兴那所以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哎有一个问题就是排队购票花费很多的时间 那时候还没有疫情了好那但是呢这个花费时间其实他们之前有用过资工的方式来解决那他们解决的方式就是自动收票机嘛自动感应机嘛透过QR Code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会用QR Code然后去收票哎后来就发现说这个接受度非常非常的低那尤其是就是长辈长辈他在实际体验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其实他们就算做出这个长辈并不想用那但是难道是长辈很喜欢排队吗一定不是这样子吗 难道是长辈不会用QR Code吗哎大家都会用LINE啊应该会用QR Code啊所以为什么设计出这么好的系统长辈不来用呢那我们主要的贡献就是刚刚讲到设想跟计划设想就是把自己当成使用者然后一起去观察到底这个现场发生什么事情以及访谈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状况啊那最后呢整理出来这个便利贴我觉得很棒那有一个有一个是很多大家可能这个看了都觉得良知良能一定要有的但是有一个这个呢 是大部分人看了都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叫做QR Code的感应值要美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后来他们访谈才发现长辈的朋友们呢之所以不用这个QR Code感应的入场是因为说如果他们走纸本的排队的那个柜台的话他们有一张很精美的故宫的那张票卷他可以带回家可以夹到日记里面可以在晚餐的时候跟亲朋好友分享可以告诉他的儿孙说你看我今天有去故宫等等 那但是如果他是用QR Code的话他只有一张丑丑的有点像便利商店刷过还会褪色的那种感热纸第一个他觉得这个跟故宫的形象似乎是不太对的而且第二个上面并没有什么对他讲有用的资讯他回去也不会想要加在日记里面那有很多长辈都跟我们这样子讲所以他们就宁可多排一点队也要跑去直奔的那一个地方并不是他们不会用QR Code所以当我们做完这个访谈之后我们这个设计的部分就是设想嘛 计划的部分出现了我们可以去改善这个流程嘛好比像说你透过QR Code就是入场之后你可以凭这个QR Code去柜台去兑换一个什么呢一个收据啊但是没有说收据一定要是很丑它也可以烫金的而且尤其是我现在知道你的名字了说不定还可以把你的名字印在上面啊我知道今天有什么展览我还可以把今天的特展也印在上面啊那这个烫金说不定还可以烫个QR Code那有个QR Code说不定你可以带回去啊那叫你的这个就是孙子孙女 你只要用这个手机扫一下你看的展品就跑到它那个动物森友会的无人岛里面啊这样不是也很棒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到最后只要最后的这张感应纸这个QR Code感应纸比你本来那张每个人拿都一样的故宫票券要有价值那么长辈就愿意去使用QR Code他们并不是喜欢排队他们是喜欢有一个有纪念的意义的东西能够拿回家里而并没有人说那个一定要在排队前拿你可以入场之后再拿嘛那所以这样子 真的大家都可以接受那他们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招标了所以我就可以讲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数位化并不是无纸化我们到最后还是有一张纸那张纸说不定印刷成本还更高一点但是这张纸它取得过程让比较多人比较开心那这个才是重要这个才是辅助式的智能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那当然是不会饱和的这个有二三位朋友们说刚才有说有学Rap能不能够唱几句哦 ok我没有料到会有这个问题啊ok好啊那我们可以来唱几句我最近就是在看那个就是Alexander Hamilton他是一个很有意思他是一个美国的开国元巡财政部长印在钞票上面等等那但是直到就是有人做了一个饶舌的音乐剧以前他都相当的默默无名然后甚至就是美国他们已经准备把他在十元钞票上面换掉了 但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叫林曼罗·梅兰达他写了关于Hamilton的生平的一首饶舌的音乐剧那所以呢后来他就没有被换掉是二十块的那个被换掉了所以我就知道饶舌的力量是很强的哦那所以既然有人问我就Rap看看哦 那三十年车的东西有两十一共还会起家里面的八家比喽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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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喽还比喽是多到 比喽还还比喽还高岛他比喽还比喽还来十四十二百年轟 有16位朋友们问说 如果政府单位遇到 骇客集团的勒索 因应的做法会偏向 附属金妥协 还是全部打掉重电 那事实上因应的方法 就是去从备份倒回来 就是我们的政府系统 都是有备份的 而且要确保这个 就是要有三份copy 然后至少要有 两个不同的地方 这个异地备源的机制 而且真正重要的 好比像说工业控制 公控系统 或者是一些内网 好比像说健保的那个VPN 其实是根本没有连到 忘记网路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其实大概也不太容易 被一般的这个 啰嗦病毒攻击 所以这个防御的纵身 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它攻击到最前面 好比像柜台结帐啊 什么的这个系统 那确实这个系统 可能会一下子就是烂掉 那但是呢 第一个它一直有备源的系统 真的不行 就是付现金就好了嘛 那第二个情况下 它后面这个纵身 就是往公控系统 因为这一段不是走 忘记网路协定 所以就算这边完全被打下来 它也不可能进入公控的这边 那这个在就是我们很多的 实际的案例上面都有检讨 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在发送新闻的时候 应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跟大家讲清楚 就是说我们其实就算所有就是前台 所有收银的部分都重管 其实也不会怎样 因为真正重要的资料 它有异地备源 而且公控系统 它是没有连接到 就是外面的网机网路的 所以大概既不需要付资金妥协 也不需要全部打掉充电 就直接从备份还原就可以了 有些朋友们问说 三倍券的数位领取的部分 好像不如预期啊 请问原因如何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刚才的故宫的那个收条 就是我在内部会议的时候 有倡议说刷三千零两千 这个非常容易解释 但是呢当你刷完三千 也领到两千 或像我是捐了两千啊 或你从提款机可以领两千之后 好像这件事情就没有你的事情了 好像就是这件事就结束了 那但是呢 在纸本券就不是如此啊 纸本券就算你领完全部花光了 你还有一个信封啊 那个信封啊 你可以夹在日记里面 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 可以拿着这个信封自拍啊 就是说那个信封 真的设计得有一点太过精美 所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用法 那你看到就有一种 好像节庆的感觉 它是很像一个很棒的红包袋 那所以当时我就在内部会议有倡议说 我们应该数位绑定的人 每一个都发一个很漂亮的 单一的防伪的雷射的贴纸 那这个小的贴纸 你可以贴在你的信用卡的背面 金融卡的背面 或者是说你可以贴在你的手机背面 如果你是用行动支付 如果是用票证 它可以贴在你的一卡通 或悠游卡的背面 但无论如果你贴在背面 就可以出事给商家嘛 说不定商家也给你一个折扣 就算它不给你一个折扣 你一直到年底 都好像你手上可以拿一个信封一样 就是有一种我还继续参加 就是三杯劝的这个节庆 的这个节奏 那这个真的是很棒 那但是呢 当我提这个主义的时候 有一点晚了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第一批进来 然后他们发现要加营的信封 已经把就是中期初 所有可以用的预算 都已经消耗完了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 印贴纸的那个预算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确实就是有没有纪念价值 就是这个社会意义 其实比起省时间来讲 是更重要 因为这个对大家来讲 是因为大家在疫情期间 真的做得非常好 所以摆脱了所有其他的 就是疫情的concern 大家都可以就是尽情的出门消费 这个在全世界也是很罕见的情况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它是一个集体的社会的庆祝 那如果这个庆祝 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人 就是庆祝不如 大家一起庆祝 那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社会性其实就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觉得 那个信封印得太过精美 大概是这个就是 数月领取不如一起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后来 我们也有透过像议放圈 等等的方式 还是去鼓励说 大家还是拿着手机出门 那尤其是像街头艺人 他没有办法用一个post机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扫码支付 因为他就只有一个人 而且他要演奏 但他也可以去印一个QR Code 在他的这个箱子前面 那这样子你可以扫描 那个箱子还是可以 用一方圈去支付给他 所以后来我们在就是数位圈部分 很多没有完成的一些想法 我们去移到一方圈那边去完成 那一方圈它是分两阶段嘛 就是说你的第一阶段 能够领的就先领 那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领 或者说年纪太大或太小 等等他没有办法运用智慧型手机 那之后还是会有一个阶段 跟超商合作去做纸本的部分 但至少数位先行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 其实后来的这几大圈 多少有把它平衡起来 那但是第一阶段 我真的觉得就是 可能很大部分是信奉的关系 有13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我是如何分配一天的有限时间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会不会睡觉 我会睡觉 我昨天睡了应该8小时又15分钟 那因为我这个睡前都会去 就是用我的手机量睡眠品质 那我平均大概每天都会睡到8个小时 而且如果是我有特别困难的事情要做 就刚刚讲到各种不同的价值 如果五六方就是彼此都很看不顺眼 我要凝聚成共同价值的话 我就得加班 意思是说睡到9个小时 那因为我就是在睡前把各方的资料都看完 然后也不去下判断 在哪里也不发出声音 然后醒来就会有一个创新的点子 就是说那他都可以照顾到所有这些朋友的想法 那如果没有想出这个想法 我是不会醒来的 所以最困难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有睡到10个小时过 那平常7、8个小时就够了 对 那所以我在白天的时间 大概就是去听各方的意见 包含透过slido去知道 现在大家关心什么题目 但是我自己比较不会去下判断 那我会下判断的时间 大概都是在睡眠的时候 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工作 有12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对于TikTok这样的app 以我的看法 它有没有可能真的是间谍的工具 我想间谍啊 黑帽骇客啊 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有创意 就是就算本来不是用来做这个目的的工具 他们也可以想尽办法 变成做这个目的的工具 其实我们当时2014年在讨论说 当时的4G建设 要不要让这个就是PRC方面的 就是所谓的私人公司 进入这个我们的供应链 当时的讨论并不是说 那个软体本身是不是有间谍正在使用 我们当时的讨论是说 如果未来就是他们的就是PRC那边 中南海希望这家私人公司 透过他们的党支部 去要求他们去做一些 这个间谍工作的话 他们有没有可能反抗 他们有没有可能抗拒 那当然在当时我们在就是2014年 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在街上的共识啊 很多这个政治学教授啊 提醒我们就是说 他们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就是如果PRC想要撤换掉 他们公司的领导阶层等等 他们用各种各样非商业的方法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而且并没有真正意义上面的独立的私人公司 那当然2014年之后的发展我们也看到确实是如此 就是只要就是党就是想要撤换领导人 他就可以撤换这个私部门的领导人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一个past dependency 就是4G是依赖于他们 而建设的话 到5G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切换出去 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这个就是各国现在正在讨论的 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在介绍的公司 后来当时的国安会跟当时的NCC都同意了 所以我们在4G的时候 就没有采用PRC的任何元件 那所以现在也就没有路径依赖 以至于说现在好像说 Clean Network 美国开始的这些倡议 那我们当然就觉得说 这个不错 虽然稍微有点like 但是他们跟上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五六年前 就已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所以并不是说特定的软体 他有间谍行为或怎么样 而是说他能不能够去阻止 所谓的政治部门对他的干预 那以我们对PRC目前状况的了解 确实大部分的私人公司 他们自己会很自觉地去执行PRC那边的政策 而就算少数的私人公司 想要反抗等等 那其实只要中南海真的想要的话 其实大概leadership一下子就换掉了 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argument 倒不是针对特定的公司 那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居家办公跟远居教学 在资源缺乏或者偏向的地区 要怎么样子克服 好比像说 如果家里只有一台电脑 或两个小孩 该如何进行远居的教学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一方面是说你可以就是善用附近的 不管是如果是原住民族朋友的话 文件站或者是数位机会中心 这个也是有很多大学在支持的 或者是在USR计划里面 现在也有很多大学已经愿意 把自己的场所设备 甚至是当地的图书馆都可以借平板 等等这些方式 去确保说至少在资源上面是不欠缺的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只有一台电脑的话 可以考虑另外一位小孩用平板了 现在平板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平板如果自己负担不起的话 现在有很多租赁或者是CSR的这个方案 可以使用 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在远居教学的资源上面 除了当然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就是线上的平台 顾客云 或者是其实很多人就直接看YouTube 可汉学员等等这些之外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学 好比像说城市设计 不要一开始就开始用打字的方法写城市 第一个在平板上打字很困难 那第二个就算我们专业的城市设计人员 也不是一开始就一个空白的荧幕 然后开始写城市 我们在做专业城市设计的时候 大概都是先去找就是开放原始码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没有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到八成 解决到九成 我们把这些不同的拼图拼一拼 我们只去改中间的一些参数 或者是在中间真的不行的时候 写一个桥接器 然后我们就会完成我们的这个开发 所以如果是好比像说学城市设计的话 我就很推荐说 像从Scratch开始 因为Scratch大部分人在看它的时候 都不是空白一片嘛 都是你看Scratch里面 别人已经写好的 可能教学软体啊 游戏软体啊等等 那这个小孩他一开始下载下来 他只是玩游戏而已 玩一玩之后他觉得 我想要换掉背景音乐 我想要换掉图片 我想把主角的脸换成我自己等等 那这个时候他只要学 刚刚好够用的程式 就可以去把Scratch的这一个游戏 去进行更换 就像如果你是比较文科的朋友的话 在维基百科的社群 或如果你是地理的老师的话 在开放街图的社群 这些都是人家已经做好了 但是你就可以贡献 你所看得到的一点点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觉得第一个 他的这个线上的社群 才会有凝聚力 不是变成好像他 自己一个人做习题 因为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做习题的话 坦白讲这个吸引力 并不如就是人跟人实际的互动 那第二个 他也可以知道说 他这个贡献 他有哪些不需要自己做 别人可以帮他一起完成 这样就可以养成一个协作的习惯 那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室外朋友们问说 口罩地图的数量 跟实际药局的存量不符 每每铺空 是不是有改善的办法 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一个改善的办法 就是说 如果这个药局是发号码牌 那因此就是他号码还发了 健保卡还没有刷 所以在这个地图上面 他的那个数字不太对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现在在我们 就是mask.pds的这个网站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药局口罩采购地图 这里 那在这边呢 他对这个就是钥匙呢 就有一个提醒 就是说不但就是 如果他上面的材料 就是不对 或者网站有问题的话 他可以按这边来补充资讯 然后这个补充资讯 就会直接po在上面 而且呢 他的这个更新时间 包含发号码牌的时间 或者是这些时间 他也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去登载 那如果 但是就是我发号码 什么时候发完 我也不是很确定啊 那你可以告诉他说 其实在进货的那个后台里面 他有我们现在有设计一个功能 就是你按一个键 就可以在地图上消失 这个就是钥匙朋友们 跟我们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如果他的号码牌提早发完的话 那他可以一发完号码牌 还没有过卡的时候 他按一个键 直接从地图上面变成归零 那所以就是结合这三个 第一个是说 他自己有什么公告事 想除了贴在药局门口之外 他只要透过这个form去贴呢 那这样子我们就直接会把它 这个就是放在指定备注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他发号码的时间 跟发号码的时间 不一样的话 他可以去用 就是他营业时间栏 那我就会 刚刚大家看到 这个上午下午 晚上打勾打叉 那如果这两个都还没法 穷尽他的这个情况的话 那他可以按一个键 就从地图上面消失 所以这三个加起来的 这个校准能力 大概就比较不会让大家 曝空 所以如果有认识药局的朋友的话 因为我们按一键 从地图上消失这个 我不确定 药室工会是不是 确保每个药室都知道 你可以帮忙我们去宣传 有示威朋友们问说 要如何激发 公务体系里面承办人员 来提出简化 而且可以增进效率的 一个作业流程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自己的想法是 大概有就是三个维度 一个维度是说 因为这边讲到的是 简化增进效率 是省时间嘛 那我会鼓励大家去看说 不只省你自己的时间 也是省所有人的时间 至少不要让别人浪费时间 也就是说 以灵为祸 的这种事情是要不得的 因为我们很多 尤其是规划 中规这边的朋友 会设计出一些 省自己的时间 省民众的时间 那是浪费承办的时间 这样子的系统出来 那这种系统呢 当然没有办法永续 没有办法长久 但是反过来讲 你省承办的时间 然后让民众浪费时间 这个当然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第一个 提出流程的时候 要盘点利害关系 去确保所有人的时间 都省到 那第二个呢 我们在这个中间 要能够更给得出交代 因为如果给不出交代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去 限人于这个 可能的政治风险当中嘛 那我们都知道说 给出交代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们就像刚刚讲的 像我们在药局 为什么我们在药局 这个口罩实名制 我们是每30秒 当然现在变每3分钟 更新一次数字 而不是每天一次 政府资讯公开法 通常都是每天 或每周更新一次 这是最常见的 但为什么我们那么坚持 说30秒或3分钟 就要更新一次 就是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 每一个在排队的人 都可以对彼此给出交代 我如果刷了健保卡 拿了9片 或如果是小孩 拿了10片的话 排我后面的那个人 他可以确保说 这个药局真的有减9 或者有减10 那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不然的话 大家就必须盲目相信 健保署的数字 那这个盲目相信 就像刚刚大家看到的 事实上是会有些落差 那很容易就会变成不信任 但是如果药师 现在跟大家是在一个 共同的伙伴关系 也就是说 我如果刷个健保卡 然后大家一看地图 发现不是减9 反而加了9 当场大家就会打1922 去确保说 这个不是药师的问题 是我们系统哪里出状况了 所以参与式的验证 不管是透过分散式的账本 透过及时的open API 去让不是事后集合 而是在事中 只要每个人花一点点时间 就可以确保说 这套系统是运作正常 或者不正常 至少有个1922可以打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给得出交代 来降低风险 那第三个就是说 确保说这些承办人员 都有full credit 就像我刚刚说 这个财政部 杨金亨专委 这个我们卓智元 我们现在 我刚刚讲的这个口罩地图 这个是江明宗 一位台南的朋友 当然一开始想得出口罩地图的是 就是我们的 Howard 吴 吴展伟等等 为什么就是每一次记者来 我都要不厌其烦地 讲出这些人的名字 不管他是民间的朋友 或者是公务的同仁 我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文化 就是说如果爆炸 如果烂掉那都是我的责任 这个韦唐峰试问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有问必答 那但是如果有一点点credit 如果就是状况比本来就算好 那么一点点 那我要确保说 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他有full credit 因为这样子大家才会更勇于分享 所以只要确保说 帮大家省时间 更给得出交代降低风险 并且有full credit 这三个呢 不一定都能够同时推进 在你推进一个的时候 不要牺牲到另外两个 学理上这叫帕勒图改善 你就一直这种滴水穿石做帕勒图改善 那其实很快的 就会大家都很创新 而且提得出新的作业的流程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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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